公平光明大神官 不用害怕 我是接你回家的 西陵有三大神官 光明天狱还有裁决 你师父先去 你就是光明殿的主人 未来新一任的光明大神官 这是宁缺拜师书院以来第一次见到夫子 拿想眼前之人竟是昨夜里的酒友 想起昨日自己还一口一个死鬼老师 宁缺心中便已开始发产 昨日酒后胡言乱语 四老夫子这般人 应该不会和我一个后手一起想 其实吧 我这人挺爱计较的 宁缺虽通过了二层楼的考核 却一直都未进行拜试一试 夫子未错一错宁缺的锐气 这拜试里索性延后举行 罚其入四国牙闭关 何时想通方能出关 若是想不通 那便待一辈子吧 宁缺心中意识无奈 第一次见这死鬼师父 便被关了禁地 这所谓四国牙不过是一个有黑的洞穴 毫无任何趣味可言 洞穴还设有夫子的一道禁止 任凭宁缺如何用尽 都无法挣脱囚笼 而上一个被关在此地之人 便是小师叔柯浩然 在此地沉寂三年 方才破洞而出 小师叔用了三年 我岂不是用了三十年 宁缺此刻已是泄气 柯浩然何等天才 想来自己是要在这洞穴中孤独终老 殊不知夫子此举正是为了保护宁缺 只因其修行了柯浩然的浩然剑气 此术与浩天道门里面相悖 世人皆称其为魔宗功法 宁缺到航上前 若还似先前般嚣张气焰 必定生死到消 此过牙可助你控制住浩然气 瞒住世人的眼睛 不让世人看出你已经入魔 这也是夫子 为何让你入牙的真正语 听到两位师兄一番言语 宁缺才知错怪了那老汉 索性在这洞穴中安心度日 幸亏宁缺是这二层楼的团宠 十二位师兄师姐恐气寂寞无聊 接连到这四过牙陪伴你去 只是上天从不容许 这俗世间的人太多快乐 那日颜色与魏光明上演旷世一战 最终在这青山之巅一起陨落 消息传到西陵神殿 得知魏光明在临终之前 以寻得光明大神观的传人 当即决定附身唐国 接回光明传承人桑桑 请问姑娘可是桑桑 公平光明大神观 桑桑被这一众人马吓得惊颤 自己从小跟着命缺 才不愿去圣光明神殿做圣神观 陈皮皮得知此事急忙告知夫子 哪想夫子却对此事毫不在意 夫子 您就这么看他把桑桑带走了 那您却又要疯了 不疯魔不成活 桑桑都要走人呢 你还不快点去告诉他一声 哦 我这就去找宁缺 陈皮皮一路小跑赶到撕过牙 宁缺得知此事当即暴跳 自己刚分别墨珊珊 此刻又想把桑桑带走 难不成非要我小子孤独中了 夫子他老人家的意思 你疯了 怎么 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想清楚 给我三处想要时间我怎么出去 宁缺卯足了气力冲撞这扇门 可夫子的禁止哪是常人可以破解 接连几次的失败让宁缺更是心烦 此时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 那日桑桑亮起浩天神灰后 竟能随意穿行这禁止 心如反面 然后用最纯粹的气息 就能进入这道禁止 思绪落下 宁缺便陷入沉浸式思考 不过片刻 忽觉那道道刚风行在宁缺周身 虽夹杂着那丝丝黑气 可其中凝聚的威力 让陈皮皮都心生惬意 就如此 宁缺对浩然渐气的感悟又多上了几分 轻松走出了这丝过牙山洞 嗯 不错 老师 这个小师弟很不错吧 我是说这火火不错 此刻宁缺哪里顾得上星星 一路狂奔赶到了这山门 看着眼前一帮道貌岸然的神官 索性也懒得理会 当即变下了竹颗粒 桑桑是光明的船员 他必须会醒 不行 我不同意 走 回家 想不到宁缺竟会如此霸道 竟要堂堂的光明神殿 传人侍奉其喜数宽宜 谁说他只是我的小师姨 我们的命 从来都是绑在一起的 桑桑你不许离开我 我要去 不如其来的表白 让桑桑心中一正 待反应过来后 只觉着西陵神殿来的 可真是时候 眼看如此下去 恐将挑起两国争端 这神官也只好推后一步 桑桑姑娘 成为你的妻子 成为大神官 也没有魔朵 十三先生不用着急 不妨三日后再答复我 宁缺也懒得理会众人 带着桑桑便要回后山去 哪想未走几步 就又有一男子叫住了宁缺 在下剑阁柳一清 在此等候多时 还请十三先生赐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